这个女孩竟然我亲她脚丫子 还大言不惭 说这是殊荣 无数人想从恶龙手中救出公主 但都付出惨痛殆劲 我看着公主饱受折磨 自是站出与之抗壳 看着我战斗时 撒爽的身姿 公主不由心生爱 这简直就是白马王子化身 她没想到 居然有人为了自己做到如此地步 作为奖励可以亲吻她的脚手 我看着她扭捏的小模样 我很是不羡 表示自己 可对脏呼呼还破洞的白思 也没兴趣 公主一时间不知如何回 难道来这里不住为了得到她 我笑了 没想到她真把自己当分松 我来这里的目的 自始至终 都是为了这条恶龙而已 恶龙听后 竟脸红起来 不得我解释 我去施展大招 龙宝宝惊呆了 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来 就当我认为自己 要通关时 老师却将我拉回现实 我肯吃不爽 现在可是关键时刻 处罚什么的都靠边站 一听这话 老师瞬间暴走 照我后脑 就是一个板栗 就在面部触碰到平板一刹那 一道白光闪祸 再次睁开眼 发现已经成了游戏角色 而自己正在快速下降 最奇葩的是 竟然和恶龙发生了关系 一旁的公主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她没想到我玩得 竟如此变态 我刚想解释公主 就不再打扰我的暧昧事情 抱起大宝剑 豪之妖妖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我呆愣在原地 谁知恶龙净趁其 不会发起攻击 这下玩独子了 没想到 刚穿越就要有恨西北 正当我 准备接受命运审判时 一条黑丝眉腿出现在眼前 恶龙居然变成了一个萌妹子 大只穿着邪恶的 黑丝的脚踩在我的脸上 还说 既然躲走了她的初吻 就必须对她负责 要我吻她 脚丫子也就算了 这条恶龙玩得更变态 正当我 准备接受命运审判时 她竟变成了 可爱的萌妹子 最可恶的 是她未经允许 就把脚趾塞到我嘴里 看着眼前 恶龙扭着的小模样 我迫不及待张开嘴 来投喂 谁知她禁止的S 把我当M抽 剧情的走向 不应该是这样 她却说 要调教我 看到我那为祖的表情 就忍不住 我忍无可忍 一把抓住她的龙尾巴 堵指着她继续施暴的欲 谁知她就 突然发出阵阵龙鸣 害得恶龙无力 叛死 我可是好奇 瞅瞅 恶龙 为何露出如此的 她让我快注视 尾巴是让她醉水 毕竟这话 我瞬间来得幸福 开始 跟她无可忍 我都丝毫 要清醒 正当我玩得不亦乐乎时 身后传来守卫的声音 我很是不识 自己正玩得起劲 当时 恶龙已经被我远远的正眼睛 如果被守卫发现尾巴 肯定会被抓起来 当到手的 RBT我可不能让别人夺走 于是赶忙将尾巴塞到她 苦茶队 这时守卫 却不合时宜地 看到了眼皮人戴有颜色的阴影 但好在此时 已经将尾巴藏了起来 反应过来后说 我堂堂其事 尽在这非案的能动 对公主 做如此吓励之事 让我务必不要再想 我很是无语 这真的是正经军队 但立马意识到不对 她刚才 好像说这条恶龙是公主 对方说公主 被恶龙绑架前还是孩子 没想到现在长得如此妖娆 而且还叫王爵殿下 说我作为旧公主的大功臣 任何封赏都会得到 我不由浮想联翩 谁知身为恶龙 她却不想当时是公主 她的现实中 造型就算 在游戏里 小爷可要支撑起来 警告她 如果不乖乖配合 就疯狂揉捏她的脸 让她甩到死去 看着我嚣张的模样 恶龙眼含泪水 自己居然会被一个 人类破坏 我刚穿越 就与恶龙来了的亲历接触 看着独自离去的公主 我伤心欲绝 谁知下一秒 恶龙竟变成了萌妹子 可我为了得到更多风赏来威胁 龙堡假扮公主 如不配合就疯狂捏她尾巴 龙堡眼含热泪 毕竟被抓住把柄 只好乖乖腿鞋 抵达皇宫后 看见一桌子美食 龙堡瞬间控制不住自己 正准备大吃特吃时 女侍卫拿来刀叉 让她要时刻保持优雅 龙堡很是不信 拿起一只烧鲲 就塞入她的樱桃小品 国王被这一目金的亚马待住 公主小时候可是个漏子 众人疑惑之际 宫殿大门被踹开 来者居然是真正的公主 国王看着两位公主 不知如何是好 决定用抓住的方式来决定 一听这话 奥兰弗瞬间暴露 居然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认不出 她可没有这种 只管生不管养的混蛋父亲 如此粗鄙的话 还有这毫无教养的态度 立马认定这就是自己亲生女儿 眼见事情败露 我想要偷偷捧路 却被突然飞来的大宝剑挡住去了 奥兰弗看轻是我后 先是一惊 居然是那个福瑞控的变态骑士 和恶龙有难以 就算了 竟还找这种某个地方 大于他的女人冒充他 这是羞辱 说着就将龙堡手中鸡腿打掉 谁知下一秒 就被龙堡998套参堂 奥兰弗立马命令士兵将我们扒光 犹阶势众 这明明和我没关系 龙堡此时却坑起了队 说他是被我威胁当攻 争吵之际 一名士兵突然搞偷袭 在游戏中我还能让欺负 真是可笑 谁知道这关键时刻 我的大宝剑突然扬吻 这尼玛也太坑爹了 而且头上还出现反派的标识 奥兰弗见状不由嘲讽起来 看来自己才是漫画主角 本以为这部漫画就此 完结 奥兰弗突然被打飞十迷远 龙堡早已看不下去 撕掉了身上的伪装 承接上文 就在国王认定 这就是他亲生女儿时 真正的公主奥兰弗出现在众人眼前 不由分说就要将我碎尸万斗 此时的我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手中的剑就像你艾特列表第二位一样的弱无力 无奈我只能夺审 却由于惯性作用摔倒 他竟一脚踩在我身体最柔软的地 忍旧杨伟的武赛比遭受重创 就在我以为这部漫画就此完结时 奥莱福被击飞出去 龙堡已经忍无分 撕掉了身上的伪装 一把将我拉入一现天之中 作为娇美子 他可不允许我受伤 看着竟和我头一样大的国王和王 不经皮鞋之力 而另一边的圣女不知做了什么噩梦 不停地攻击神区 伴随着一身尖叫和梦中惊喜 这也是属下闻生而来 并告知了对方关于恶龙的交易 一边说一边退去身上的抑郁 为了圣女安全 今天要提供陪睡服 第二天圣女还在梦乡 属下就带来关于恶龙的最新情况 但对让属下收集情报 他却陪圣女睡觉的行为是不准 魅魔可不管这些 让他别墨迹 自己还要陪圣女睡觉 见属下不乐意 竟直接自己动手 看到我的画像后不禁打探紧那种变大 而此时的我看了一页女人打架 还是很抗议 龙宝想要快点绝术战斗 用出了必杀技 火焰将奥莱夫的衣服烧毁 被看光了 他顿时恼羞成怒 拿起二营长的炮就开始分击 龙宝竟露出很享受的神情 嘴中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疼实 这硝烟中隐约透露出来的女人 香让我欲罢不得 由于长时间不停风炸 龙宝已经受不了 于是来到我身边 说她的那种女犯了 求我快帮她卸服 承接上文 正当我以为龙宝的隐世那个的时候 龙宝却说现在要找个岩浆炮走 看着她独自离去 我赶忙抱住大头 求她不要丢弃 公主看到自己被无视 本是不爽 竟掏出一枚笔之前大一倍的炮盘 不由分缩这往炮盘里 此时火炮露出了会坏掉的灯 一旁士兵不由此才 这么大居然能塞进去 随着炮弹飞射而出 我立马使用技能进行防御 身为主角 我总会让NPC给欺负 这走游戏和小脸比较是个一样 谁知下一秒遇到闪电踢碎地步 此时二人毫无防备向下掉 看个系统面的潮复的武器 这尼玛真是我的金手指 本以为要就此以分西北时龙宝 就化身处一张不接近 还好他会飞 不然就玩毒 听我这么说 龙宝表示自己从小就不会飞 我好奇他现在在干嘛 龙宝这才平过 下一秒就向下掉去 好在落在了宝草屋才被进去 这动静把牛宝宝吓了一天 看着眼前奇怪的生物说 好像比妈妈的还大 此时的我只感觉驳晕露眩 缓过镜后发现自己 居然压在了龙宝身 听到他躲住说好渣 有自是想要好心味提吗 正当我准备动手之急 身后突然飞过一把菜刀 看到奶牛妹 我不禁笔血之类 他却想要喝龙宝 承接上闻 眼前这个奶牛妹居然想起龙奶 一听这话 龙宝害怕地躲到我身后 此时我刚想一盏男人旋风 亲自动手 没想到一把菜刀 就从耳边呼啸而过 话到嘴边也只好咽了回去 今天这龙奶他曾经 还幻想将龙宝调教成 用来产奶机器 这样就可以产更多龙奶 分给刷到这条视频的演员了 说着就准备向龙宝伸出魔爪 怎料下一秒 就被一尾宝抽在欧派上 被一个石草动力气 此时的龙宝已经忍无可忍 一拳将其打倒 想喝龙奶就算了 还要分享 龙宝表示只有观众脑的 我很是无语 本以为是个强者 没想到废材都不如 就在龙宝要将他丢到评论区 给尘埃战士们享用时 门外传来士兵声音 透过缝隙看去 公主已经带着手下找到了这里 公主派人前去打电消息 这傻袍子居然拿着画像 问小奶女 这一举动可把公主气坏了 她从未见过如此白痴 这种事情应该问他妈才对 小孩子怎会知道 看着没一个正常人 我不由松了一口气 这要是后功慢该多好 这种凶大无脑的妹子 我要泡一万 谁知此时的奶牛妹 居然想要轰轰报信 好在龙宝及时将气捆绑 看来不好好调教一番是不行 说着我就捏住了她的尾巴 奶牛妹瞬间浑身无力 看着她逐渐迷离的眼神 龙宝不禁有些动物 居然比对自己还要激烈 好奇 如果这么对自己也会这么疏敌 奶牛妹刚得到解脱 就说 公主一定不会放过我 听她的意思 我们走后肯定会告命 奶牛妹看着我表情凶狠地向自己靠近 本以为要将其杀掉 怎料却被我扛了起了 这种绝品奶牛妹我请放过 必须收藏一波 龙宝也表示愿意带她同行 以后被揉捏尾巴这种词正好让小母无懒 她可遭不住如此摧残 并没有将自己灭口 正想着我可能不是什么坏人 我就因为甚不信感到浑身乏力 此时的龙宝正好也论 提医药不吃了算 一听这话 刚刚的好感瞬间荡然无处 而另一边的公主因为抓不到大哈雷霆 王子刚想安慰几句 定下关系就被骂是一个满脑黄色废料的罪 而这恰巧就是她的优点 她能闻到不久前 这里有雌性动物和尔蒙尊利波度的味道 推到我们肯定里面了森林 再不去的话可就来不及 看着向森林深处走去的奥莱夫 王子露出了得逞的笑话 让手下在这里守住待遇 她和公主前去即可 此时的公主满脑子都是快点抓住 竟丝毫不知道王子正表情愈发为所向自己靠近 龙宝由于饥饿过度 竟想喝奶牛妹的奶 因为长时间逃亡 两人早已是鸡肠鹿鹿 正当龙宝后悔没把那头母牛吃干母亲的时候 奶牛妹已经抱着一堆骨子归来 但此时的龙宝只想吃肉 认为只有低等生物而会吃这些垃圾食品 奶牛妹见龙宝竟把自己辛辛苦苦找的食物 说得一文不绝 奶牛妹很是不爽 认为她就会欺负老师 自己为了找食物脚都受伤了 居然还说这种话 正当她脱下鞋子准备清理伤口 地旁的龙宝就被脚底散发的香气吸引 当即抱起奶牛妹的脚丫子 想养下去 看到女生打架 我很是兴奋 让她们放过鼻子 有什么招数冲我 下一秒就被狠狠打 这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而龙宝却认为我吃食物的这种 明明在一起那么久 还是没能选择自己 看着她 眼神中多了些许忧伤 我赶忙表示很欺负 听我这么说 龙宝问她可不可以加入该会要做的事情 我听得一头雾水 龙宝面露粉红 说就是想对奶牛妹的事 我立马控制不住内心的燥热 居然主动要求捏尾 还没反应过呢 龙宝就说只要给她一点点就会能够 就算多给一些我也不介意 正想着接下来的画面 龙宝忽然将头上的脚拔了下 她以为我想吃毒食 既然同意 她可却不客气 居然还想把奶牛妹吃点 我可没说要吃它 龙宝却反问我为何同意加入 我无言以对 这尼玛完全没在一个平道上 此时的奶牛妹被吓得泪眼婆娑 吓手这么重 是会坏掉的 龙宝可不管这些人 正要动手之际 却听到森林传来少女的呼喊声 三人偷偷查看情况 就看到王子正一脸渴望的突像公子 正当龙宝想强喝奶牛妹的牛奶时 这时听到森林深处传来少女尖叫 三人寻着声音望去 就看到王子一脸渴望扑向公子 随着衣服被撕破 王子愈发得意 王子良言自己苦恋地抓奶龙招手 终于派上动场 一听这话 龙宝本是害怕 我刚想躲起来静观其分 一旁奶牛妹就大喊地让她放开公子 而王子看到如此美美的小女龙 想要将其衣服拿下 然后那个在这个这里 公主让道 这家伙不是他能对付 奶牛妹却丝毫不慌 一把将我拉了过去 看到呆头呆脑了 众人先是一愣 随后就露出不屑的神气 看着公主生无可恋的表情 我还是不爽 怎料王子突然跑了偷袭 一把就掐住我脖子 为什么我拥有那么多角色 绝不受 而凭什么他去一个洞 我感觉两位也是太多 他却认为我是在存心炫 随着他手劲加大 我的意识开始磨捕 迷迷糊间看到他头上的标识镜 突然跌出了很快标识 诗歌玩家不能向正义NPC发起攻击 那既然同为诗子 我还能被他给欺负 就在我在妹子面前一展神威时 猴顶突然出现洗牌进度条 每攻击一下 进度条就会加一 正当我想先报的几千分时 奥兰福提起宝剑冲了上 对着他一直就是一顿 看着逐渐丧失理智的公主 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此地不宜久留 当想翘翘逃离 就被公主喊住 看着他脸色阴沉的向自己理解 我很失望 就在以为也要捅自己一子时 他却将手搭在我先头上 表示既然救了他 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 我亲吻他的脚趾 作为怎样 公主让我亲他的白丝 只有以示臣服 心中却早已打好算盘 只要我拒绝就将其杀掉灭口 怎料我没有丝毫犹豫 小嘴一掘酷酷就吻了上去 并贴心询问力度如何 这可把公主整会了 立马失去重心向后跌去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我立马扑了上去 用自认为很帅的姿势将其接触 抚慰情话更是张口就来 并露出能弥死万千少女的眼神 此时的公主尴尬的 都快用脚扣出三十亿 看到对方并未反抗 我开始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就当我与其脚趾食指向扣时 公主再也受不了我的变态行为 航仓就是一个大逼都将我挡飞出去 看来我猜得没错 从小生活在龙洞的单身狗 果然受不了我这波忧腻的攻击 我立马趁胜追击 准备将它俯复 此时龙宝已经被我的男人魅力所对配 而公主却想赶快逃离这里 刚要动身就一头撞在了前来 寻找自己的护卫身上 护卫刚想询问为何王子没和他在一起时 就注意到公主身后有一同不明物体 公主立马解释只是巨型动物排泄物 绝不是拉击王子的尸体 护卫听后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是排泄物 原来是王子尸体而已 此话一出 立马意识到不对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公主锁住脖子 一旁的护卫见状赶忙传递消息 可到另一个人嘴里却成了王子在拉西 最后竟变成发现王子的鸡 看着三人回宫报信 公主并未阻拦 认为这样传下去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而国王听到情报后勃然大怒 公主居然要给他两个投息 就在刚刚公主将王子大谢八块后 下一秒就收到了王室的通缉令 看着这区区十个金币的赏金 他很是不爽 前来抓捕的是为见状赶忙贴亲关系 说是国王的主意 要揍就揍你老爹去 公主一把夺过悬省令 认为如此若迹的照片只会吸引变态 说着就将照片残渣向后丢去 怎料却扔到了一个妹子 众人当场呆住了 咱就说一个射手离这么紧 是怕射不到吗 公主也是一脸威胁 十个金币真的也会有云南 但妹子更不合理 正要动手之际 龙宝突然走过去 聊起女孩群摆向里看去 发现坐骑竟是一头好猪 故有好奇 坐在上面不会扎平平衡 被龙宝这么一问 瞬间勾起了好奇心 而一旁的侍卫却认为傻 咋会骑那种东西 还大言不惨说表面若无其事 后令其事一千疮百股 被人一直议论PP的妹子的女科 我立马抓住机会制止动人 表示由我前去打开 叼拍群摆后 我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随即默不作声转身离去 悄悄告诉 她并不是杀手 顶级杀手怎么会在身上出现粉色显腹腹 正当我说得不亦乐乎时 突然感觉菊花一紧 妹子居然不讲五个搞偷袭 直接给我开了眼 公主健壮不由心生敬佩 这个不仅PP光伐粉嫩 坐在豪猪上都玩好物质 而且射出来的东西十分坚硬 掏出一门五号 正当我夸赞得逼时 歹牛妹胖仓就是一个大逼 都问我刚刚说的什么逼 谁知妹子在一次早起偷袭 我立马施展技能 一道火强冲天而起 怎样却将妹子的衣服烧毁殆尽 谁能想到 这个穿着兔兔内内 并且骑着豪猪的萌妹子 居然趁其不备给我屁股做核酸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立马施展全能 一道火墙冲天而起 如此高纯度的火系魔法 瞬间将妹子衣服烧毁殆尽 而此时龙堡的注意力 却全在我伤口处 他说这个病就像被猎狗 掏过一样糟糕 我求他不要代意这些细节 快要顶不住的时候 好在公主抓住了机会 抛出二营长的一大绿炮 要与其一则刺续 看着手中数字轻的炮袋 大炮说他放过肚子 但公主可不管这些 硬生生的裙都塞了进去 随着拉动导火索 一团黄色叶挺勉勇的出名 此时的妹子毫无准备 浑身湿透 这辣隐的一怒不斤 让众人羞愧的 而此时的炮胸已经软弱无力 表示里面已经坏点 此话一出 就被公主踹到一边 向我们解释 谁都有状态不好的事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 但我可不想忘了行事 拉起龙堡准备开溜 公主却突然挡住我哥哥撒起脚 争吵之际 一直被无视的妹子已经忍无可忍 本想偷偷溜走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 我随即丢出烟雾袋 周围顿时浓烟四起 本以为这样可以逃过一几 怎料妹子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再次将剑对准了我屁 正当我的PT又要做核酸的时候 龙堡此刻却将我不在身上 表示要打也是跟他的 因为我不行 没想到龙堡会挺身相聚 我很是感动 但被女生说不行 我就很不适 就在我们编解我到底行不行 公剑妹觉得自己的脑子要被污染 趁其不被再次发起偷袭 就因为龙堡说了一句我不行 气得我准备让龙堡 现在就是一事到底行不行的时候 一旁的野猪妹觉得我们太污了 不讲武德的直接偷袭我们 正当三根案件要刺中龙堡时 龙堡一张口就咬碎了豪猪刺 众人见到龙堡还在巴唧嘴时 我惊慌地问龙堡 有没有感到什么身体不适 我生气地拉着野猪妹问道 孩子都卡到刺了 你不管管吧 良心呢 只见野猪妹一把甩开我的手 震惊地说道怎么会安然无恙 龙堡当即竖起大拇指 我可是顶尖神兽啊 就算是巨屎像的象牙我都没有问题 不过这小猪猪好像看着好好吃哦 正当龙堡准备扑向豪猪准备来一餐豪猪刺身时 野猪妹马上开始实战咒术 只见周围的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往她身上汇聚 奶牛妹大喊不秒 她在吸收周围的魔气 紧接着 犹如G4一般叫了一声 公主连忙上前扶住奶牛妹的欧派问她到底怎么了 奶牛妹解释道 野猪妹太会吸了 我根本无法抵挡她这么大力地吸收魔力 我见到龙堡痛苦的捂着肚子 连忙上前抱住她 正当她羞涩地问我干嘛时 我双手结印在她的肚子上花了一个锁摸症法 随后便让她深呼吸 问她是不是感觉有一股暖流流进了她的身体 此时的龙堡心里却想着这只臭猪的胸膛 居然比岩浆的温度还要滚烫 还要舒服 居然浑身软目无力 正当我问着龙堡那里舒不舒服的时候 另一边的奶牛妹和公主正在比拼这顶尖女男实力 只见野猪妹的施法过程结束 一条条黑色触手往龙堡吸取 龙堡见状一个飞扑就跳到了我的身上 并且双腿盘住了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姿势 我见龙堡抱紧了我 二话不说打开了能量保护帐 防止邪恶的触手触碰到我 而另一边 奶牛妹和公主的篮球比拼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听一声奇怪的声响 野猪妹的头顶召唤出了一个拿着巨斧的长胡子老鼻 奶牛妹见状脸色立即阴沉了下去 解释道 这老头就是野猪妹家族专门用来杀伐的召唤物 其实力强悍 我一听名字老头名字叫狼胡子 立马就想到了 格陵童话里的那个杀气狂魔狼胡子 此时的狼胡子看到龙堡之后 立马赞叹到龙堡又美又像扬言要占为己有 随后从地底下召唤出一条条黑色触手 我见状赶紧将龙堡举过头顶 这触手竟然如此恶心 我生气了 居然想在我的面前对我的女人搞这种触手不为 我抱着龙堡挣脱这些触手纵身一跃 正要靠近狼胡子时转身便将龙妹丢向了公子 我们在内容向了公子 我认为那种触手线的感受 我认为那种触手线的感受 一定是有什么触手线的感受 那种触手线的感受